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香港特区政府为应对疫情 关闭了部分口岸压缩跨境人流 尽管特区政府多次强调 来往香港与内地的货运不会受到影响 但仍有假消息称内地供货中断 受此假消息影响 香港部分地区出现抢购商品现象 记者2月7日前往文景都管制站附近观察 发现口岸运作畅顺 货车通关如常 物品供应未断 文景都管制站是内地供港食品的主要近港口岸 设有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的专门检疫站 文景都人流通道早前已被暂时关闭 记者上午90许来到管制站附近 经过观察所见 跨境货车源源不断地从口岸驶向香港 虽然已经过了高峰期 一小时内至少有36辆满载商品的货车经过 货运通关运作如常 除了载有大型货柜的货运及物流公司货车 由内地送往香港的活猪活牛运输车辆也不断驶来 车辆经文景都深处检疫站 防疫检查后放行 此外 果菜运输 农业副食运输 水产运输等货车也陆续抵港 在文景都口岸 由香港返回内地的货车通关也未受影响 多辆货车卸货后如常驶往离港口岸 香港食品委员会主席吴永恩表示 导致市民出现抢购现象的原因 是部分市民被网络上的不实信息误导 他称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没有影响到抵港货源供应 每日抵港活猪约1800头 蔬菜超过2300吨 而被市民疯抢的大米 作为受政府管制的储备商品 有一定存货量 即使不依靠进口也足够供应市面超过一个月 他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目前香港在供货方面从未出现任何问题 现在天气是非常之好 那个产地给到我们的信息 是非常之 就是那个货源很充足的 那其实加上武汉 湖北都不是主要的产地 所以其实供应量是绝对没问题的 打后都好 我觉得那个供应量都是很稳定 以及是有信心 能够预期地来到香港 也都保持一定的量在这里 吴永恩根据他自己公司货运车队了解到 现实货车通关都已采用电子曝光 关口均备有消毒措施 为司机清洁双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货车过关时和往常一样 不受阻碍 只是增加了15分钟的量体温填表时间 因为现在是都要是在出关的时候 国内是必须要量体温 填表格 以及香港也都需要探热 做一些这样的检疫的制度 是加强了的 所以基本上大概都是15分钟左右 但基本上都很畅述 没有任何影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现在看到这里是增加设论 它是增加设论的 也是增加设论的 就是增加设论的 股业 是增加设论来的 并不是增加地的